火箭女孩与巨型青花 2.青花大灾难 那这青蛙好大 特勒尔说 哪来的呢 玛拉问 我不知道 杰克说 罗西没有说话 她必须变身为火箭女孩去市区 但是她不能让朋友们看到 罗西想了一会儿 有了主意 罗西假装看到另外一只青花 尖叫道 巨型青花来了 赶快逃跑啊 然后她就跑进树林不见了 特勒尔看看四周 奇怪 我没看到任何青蛙 罗西抵达市区后 她看见到处都是巨大的 黏糊糊糊的青蛙 其中有三只正向西街方向跳跃 留下了一个个湿湿的脚印 其他青花贴在建筑物外面 呱呱叫得十分吓人 罗西 Players 게임 博西觉得太恶心了 她伸吟道 她声吟道 要是被巨型松鼠侵略就好了 松鼠多可爱啊 火箭女孩 施密斯侦探大喊道 幸亏你在这里 Mo 哦 你好 侦探先生 他小声咕弄着 施密斯侦探看起来有些惊讶 你还好吧 你怎么不开玩笑了 一只青蛙掉在旁边的车上 哐当 我实在没有心情开玩笑 罗西无力地说 另一只青蛙撞到了一个路灯 呱呱 呱呱 太恐怖了 施密斯侦探说 我们必须查明 为什么青蛙变得这么 火箭女孩 救命啊 一个声音喊道 罗西抬头一看 一只青蛙爬到大楼中部 嘴里叼着一辆车 司机仍困在车里 不好 罗西大叫 对罗西来说 害怕青蛙已经不重要了 她是火箭女孩 美罗城需要她的帮助 她以最快的速度飞过去 呱呱 一只青蛙跳到罗西面前 她躲过去了 到处都是青蛙 罗西说 在街道的另一头 有人尖叫 小心 一只肥大的青蛙撞到了高大的熊雕像 差点 差点砸到人群 罗西飞过去 接住了它 罗西把雕像重新摆回台座 罗西向叼着车的青蛙冲过去 青蛙看到罗西向它伸出了舌头 呱呱 车从青蛙嘴里掉了下来 啊 罗西大叫 她迅速飞过去 松 罗西在车子撞到地面之前 接住了它 谢谢你 火箭女孩 司机说 不客气 罗西说 我很高兴的 啊 罗西尖叫